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也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 在美国称霸全球的过程中 文化霸权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你能想到吗 美国曾经是英国文化的忠实粉丝 那么美国人又是怎样摆脱文化自卑的心理 一步步确立起文化霸权的 偷袭美国文化霸权的形成 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借鉴和启示 青年网络公开课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薇 为你详细破解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关注 大家好 非常感谢这个亲客提供的这个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机会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我主要从事的领域呢 是这个英美文学文化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那个讨论的一个事情呢 是美国的这个文化 它怎样从一种自卑心理 到最后形成一种这个霸权心理 那么我们首先要从一个电影开始 这个电影大家肯定都看过 叫泰坦尼克 大家肯定都是很熟悉它的音乐 和它的这个画面 那么大家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故事看 然后大家看完以后 每个囊中修色的男孩子 都会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Jack 每个怀春的女孩子 会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里面的Rose 但是现实的情况呢 可能不是这样 有一个大学 他的这个网络进行过一次调查 那么这次调查呢 就是说假设 就是对女生的调查 一个不记名的调查 他说假设 你在这个Jack和那个Kar Kar是那个Rose的未婚夫 要在这两个人之间 选择一个作为自己 托付终身的这样一个对象的话 那么你会选择谁 那么这个吴静明的投票 最后出现的一个结果 可能会让那个死在海里的Jack 非常的伤心 因为最后投票 投给Kar的票是2 投给他的票是1 比例是2比1 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电影是97年拍的 我们知道美国在97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整个一个霸权 各方面的霸权 处于一种非常辉煌的时候 那么它是带着97年的意识 把97年的美国的意识 投射到了1912年的 这个泰坦尼克这个事件里头 但是我们知道 在泰坦尼克时代 跟这个97年是不一样的 泰坦尼克号的时代 和1997年有怎样的不同 回溯历史 面对拥有了经济霸权 和政治霸权的新兴资产阶级 仍然掌握着文化权力的贵族 又会怎么办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薇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因为在泰坦尼克那个时代里头 阶层的意识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我们看那个泰坦尼克的船 它是头等舱 还有什么二等三等到那个统舱 它是有不同的分布 这里面实际上有个象征作用 就在1912年的时候 之前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社会阶层的这种区分 是非常的严格的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社会 传统社会 基本上是一个叫做垂直流动的社会 大家知道垂直流动 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流动 那么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科举考试 我们没有这个世系制度 这样就保证了各个阶层之间的一种 垂直的这种流动 那么在这个英国或者说在这个欧洲 它的一种传统社会 它基本上是一种叫水平流动 就是阶层之间的流动 它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固化的一种阶层意识 但同时它又会使大家的这个阶层意识 非常的变得高度的敏感 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英国 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那么最早这个英国 它主要是有两个阶层 两个传统的阶层 一个是这个贵族 再一个是农民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工业革命 在城市里头出现了一个 叫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阶层 法国说是叫资产阶级 英国一般说是中产阶级 在当时的意义上是同一个阶层 就叫法不同而已 那么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 或者说中产阶级 它逐渐地将贵族的经济的霸权 然后紧接着是这个政治的霸权 慢慢地就从乡村 慢慢地给它分布到了那个城市里头 我这里说的贵族不仅是贵族自身 而且是贵族的文化的一种代言人 那么他们就会以这个贵族生活方式 或者贵族的那种代表乡村的那种价值 去压制或者说是去抵制 代表资产阶级的那种城市的价值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 英国实际上它是有一种叫做 贵族文化的一种逆流 那么这种逆流的话 它实际上是在整个欧洲都出现了 那么我们知道浪漫派 浪漫主义的一种出现 浪漫主义是对工业 对这个启蒙 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对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 在英国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群 这种人群叫做玩裤子 我们不好怎么翻译这个词 叫做dandy这个词 那么这些人是在伦敦 他们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一种 非常高雅的这样一种阶层 然后去贬低资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我们知道 它是很忙碌的 它不知道怎样穿衣服 它不知道怎样去 很好地去欣赏艺术 那么像这些人 他们恰恰是从这一方面 从美学方面 从个人的品贫方面 去贬低资产阶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又来自于左派和社会主义 对资产阶级一种 道德上的一种审判 我们知道马克思说过那么一句话 叫资产阶级来到人间 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与肮脏的东西 那么当时这一种力量 社会主义的力量 再加上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人道主义这方面的力量 就对这个资产阶级 对城市 当他们攻击城市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在攻击这个资产阶级 那么就把城市会描写成一个 类似一个污染的 恶魔的 不道德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乡村呢 代表着贵族的生活方式的乡村呢 那么它就会是一个 有利于人的一种健康或者道德的 这样一个所在 那么你看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 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 是在1832年以后获得选举权的 那么这一个过程 就是英国的资产阶级 逐渐地就是获得了 这个从贵族手上获得了 它的这个经济霸权 政治霸权 但是唯独有一样东西 文化霸权 是落在贵族这个阶层的手上 或者说贵族文化的 这个代言人的手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 英国出现的小说 还有这些这个艺术品 都是对这个城市 大部分是对城市和资产阶级 一种贬低 大家看过那个 简奥斯丁的小说 对吧 比这个简奥斯丁 还要晚的 像蒂根斯的作品 他们会对这个伦敦 进行一种贬低 就是说伦敦是一个 乌烟瘴气的这样一个城市 笛根斯有时候 回到伦敦的时候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远远看见伦敦 就像看见一个 这个雾灶的这样一个 一个地方似的 他说他如果不是因为 出版上面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返回 这样一个恶魔般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叙事 他并不是说完全是真的 因为我们这个 通过这些历史上的一种调查 可以很清楚地判断 就是说像疾病啊 像这个东西 在伦敦的死亡率 可能还不及在那些山村啊 或者那些地方的死亡率 这些都有 有历史的一种记载 但是这种语言 这种话语本身 它会造成改变人的一种意识 改变你的一种想象力 为什么说 谁掌握了文化权力 谁就能够掌握大众的头脑 左右人们的思想观念 这对于我们认识 美国的文化霸权 又有怎样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陈薇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那么这个今天我谈到了 就是说就是这个霸权 它是怎样产生 又是怎样实施的 我们大体上来说 就是把一个社会 或者说一个国家 它的权力或者权势 可以分成四部分 经济霸权 政治霸权 军事霸权 和这个文化霸权 那么我们有时候 有一种错误的理解 比如说美国霸权 我们就把这四种霸权 看成是同一种因素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一个阶层 一个统治阶级 或者说一个霸权国家 它同时控制这四种 这种权势的可能性 不是经常出现的 就是说比如说 刚才我们说了 英国的资产阶级 当它获得了经济霸权 慢慢又获得了 政治霸权的时候 它的文化霸权 并不在它手上 它是被一个 被它取代的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 所取代的这样一个 贵族阶层 就是他们统治了 他们的灵魂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时代的一些 这个资产阶级 和贵族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很多观念 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 是瘦的观念 瘦的观念从什么时候来 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因为他们会认为 资产阶级 他们像动物一样 满世界跑 他要做生意 他要去搞发明 所以他会认为 他满世界跑 像动物一样 那么贵族自己呢 把自己描绘成 像植物一样 植物它的欲望比较少 然后呢 植物它很节制 它不像动物一样 那么动物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吃得多胖 这就是这个 他们以这些所有的方式 去贬低这个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叫做一种话语方式 并不见得每一个贵族 都是很苗条的 或者很瘦的 也不见得每一个资产阶级 都是很胖的 但是这种话语 它不断地进行重复 它会造成一种叫做 阶级的一种话语判断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在这个浪漫主义时代 还提出过这种 这种非常 我们现在听起来 非常觉得奇怪的一种东西 比如说叫做腹无尽头 就是你的腹育是没有尽头的 瘦无止尽 那么到我们现在 这种观念依然在压抑 我们很多女孩子 为了让自己瘦下来 然后整天在跑步机上 把自己累得半死 比如说疾病 它都可以分类 什么是高雅的病 什么是非常的粗俗的病 它主要是把贵族 是描绘成一种高雅的 把资产阶级描写 描写成一种粗俗的 那么比如说肺结核 像这种病就是高雅的 因为它可以导致人体变瘦 而且它不损害人的外形 所以大家如果不理解这一点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看 韩国和日本 在拍这种比较浪漫的片子的时候 里面的女主人公 一般是死于肺结核 或者是血癌方面的病 绝对不会死于麻风病一类的病 那么资产阶级的病是什么呢 就是举个例子 属于这个痛风病 我们知道痛风是什么原因 痛风是因为吃的太多 吃的肉太多 那么所有这些疾病 包括风景全都被分类 分类然后是变成不同的阶级属性 那么这种文化的一种霸权 就非常厉害了 你能想到吗 如今在全球拥有文化霸权的美国 居然曾经是英国文化最忠实的粉丝 美国当年为何会有特别自卑的文化心态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威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刚才说的这是在一个国家之内 它的这种四种权势的一种分配 但是随着这个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独立以后 它的文化是没有独立的 那么这个国内的这种 英国国内的这种关于阶级 关于阶级的品位的区分 它马上就变为一种 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区分 比如说美国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那么这个时候英国代表了什么 英国就代表了它的一种贵族的这种文化 美国是一种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泰坦尼克 那么泰坦尼克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 就是说是那么一大艘船里面 有很多人回美国 大家注意没有 那里面有很多是美国的爆发户 就当时的钢铁大王 注意这类人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在这艘船上 有那么多美国的富翁 实际上不止这艘船 在当时的大西洋两岸 有很多这种船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这个 还有奥林匹亚 跟它是一个同款的这种船 那么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富翁 他们是从纽约 然后上船 然后去欧洲是朝拜 这是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 是有这么的人坐在这个船上 就是说他们是朝拜 他们去朝拜什么 他们会去英国 去欧洲大陆的那些 他们认为的一些圣地 什么圣地 比如说作家的故居 以前在这个书里面 或者是在这个图片里面 所看到的一种欧洲风景 或者说他们去买这个欧洲的 古老的这个古籍 他们去购置这个画 他们 但是最 还有他们比较有钱的 他们会去购置这些古堡 贵族的古堡 最有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是这个泰特尼克里面 他们会成亲接对地去寻找 没落贵族家的女儿 因为要娶一个贵族家的女儿 你就有了一个贵族的封号 那么所有这些 它会再提升你在 美国社会的一种地位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泰特尼克里面的那些人 在欧洲是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这里 就可以想到 在1912年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那个时候 已经是经济上 已经是欧洲 没有一个国家能赶过它 那么这个时候 它为什么会处于 这种文化自卑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是说 从头说起 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怎么会 从那个时候 如此自卑的一种文化心态 到了90年代 就是那种 那种一种文化霸权的地位 但我们知道 美国 就是美洲13个殖民地 最初它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么那个时候 英国人谈起 这个美 那个时候不叫美国人 他们叫他美洲人 那么我们知道 美洲人 这个不是说印第安人 这个美洲人是说的 这个美洲的英国人 那么那个时候 谈到他们的时候 那肯定它是属于 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它没有一种 独立的一种文化 那么后来 美国发生了 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使美国 从政治上获得了独立 但是我们知道 刚才我说过 就是说几种权势 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 还有这个军事 这几种权力 并不见得同时 在一个阶级 或者一个国家的手中 那么这个 美国在获得独立以后 它完成了 它的政治上的独立 但是它没有完成 它的文化上的独立 就是没有 就是说它的这个 政治上的这个 反殖民过程 没有随机伴随一个 文化上的去殖民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美国独立之后 它的这个 它实际上还是作为 英国文化的一种依附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英国人 他们认为 美国连文学都没有 尽管我们知道 美国那个时候 出现了一些很好的作家 那么当时他们说 美国连文学都没有 所以你们要看看 当时的这个 英国的这个文学史家 他们在写文学史的时候 往往是 前面是英国文学史 后面会附上 一小部分美国文学史 就等于说 将美国文学 纳入到英国的文学中间 去叙事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时候 美国有一些人 是向这个 英国的文化霸权 他是发起了挑战 尽管这个挑战 可能持续了一百多年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艾莫森 艾莫森在1830年代的时候 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美国学者》 他就在里面说 他说现在美国的学者 已经抬起他们监色的眼皮 可以正视这个欧洲了 然后他说 还有独立的美国文学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知道 韦伯斯特大字典 大家都用过 但是最早的 韦伯斯特大字典 是诺亚韦伯斯特编的 1847年左右 出版的第一版 比我们说的OED 就是现在英国人 说的这个 尤其英语大词典 应该翻译成 英语词海 词源可能更准确一点 词源它是 主要是出于 这种历史上的一种原则 就是历史的这个词 是怎么演化的 那么这个诺亚韦伯斯特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美国一定会有 自己独立的文学 正如美国政治上的独立一样 那么这些人都非常明显的 都是要讲究 就是说美国有自己 独立的一种文学 那么实际上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 他们认为美国是外省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个外省的概念 是从法国来的 就是说只有巴黎有文化 外省是没有文化的 那么这个外省的概念 同样是这样的 只有英国和欧洲才有文化 美洲是化外之地 就provincial这个词 就是外省的 没有文化的这种说法 这个在英语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词译 外省的 乡巴老的 没有文化的 野蛮的 这些概念 那么美国人是自己 在接受这种定义 我们知道这个文化霸权 和其他的霸权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 因为它是一种 我们这样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文化霸权 它是可以左右 你的想象力的 这样一种能力 它可以使你改变 你对自己和对他人的 一种认知的方式的 这种能力 软实力的提防 为何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 文化领域 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究竟有多大威力 居然能加速苏联的解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陈威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那么这种能力呢 这种文化霸权 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个 约瑟斯迈提出过 哈佛大学的教授 他提出过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前几年 约瑟斯迈所出的一本 他的这个著作的 中文版的 他为他写了个序言 在这个序言里面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是一个战略思维 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他说他看遍了 中国的这个典籍 没有发现软实力和硬实力 这两个词 你就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斯迈 他是不懂中文的 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觉得理论的生产 肯定是属于这个 西方的能力 我们知道各种思维 理论思维是最高的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耶稣夫赖是在90年 1990年说的这番话 就是1990年提出的 软实力和硬实力 那么呢 那个时代是美国 他认为自己获得了 经济 政治 文化 各方面的霸权 这个时候 那么他说这个 中国没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最早在 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胡宫兹筑三国治的时候 里面就提出了 功心 功心伪上 就是要瘫痪对方的意志 就是以这个心理的 这种渗透 那么如果说这个概念 还远一点的话 在1901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人叫张震 这个张震呢 在这个轻易报 当时的报纸上 他发了一篇文章 叫做说败 就是谈论这个失败 那么他在里头就提出了 这样一个概念 他就说这个世界 现在竞争日益激烈 那么现在的这个竞争 是由实力竞争 进入到了虚力竞争 这个时和虚 是中国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张震 当他用这个实力 和虚力这两个概念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完全产生了 这个什么叫做软实力 和宁实力这个概念 而且表述的方式 也非常相同 那么我们知道 有关这方面表述 还有1926年吧 就是被法西斯 关到监狱里面去的 意大利共产党的 一个理论家叫葛兰西 那么他在29年 到37年之间 写过很多这个杂记 后来作为这个 叫《狱中杂记》出版 里面提出了 叫做一个文化霸权 或者翻译成文化领导权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文化霸权 或者文化领导权 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用一种 这个就是对别人的灵魂 对别人的意识 他的时空感知 他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认识 他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认识 所有这些方面 包括价值体系 产生影响 去左右他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知道 葛兰西是在这个 社会主义在欧洲 已经觉得 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被关到法西斯的监狱里面 那么他当时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在革命 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 社会主义还能不能成功 那么他说可以 那么是通过这个文化的一种 一种渗透 文化的霸权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统治阶级 或者是一个霸权国家 他很难同时把这四种权势 全部垄断在手上 总有一个他是在外面 那么葛兰西 他就很明显地看到 在公共领域 是资产就难以操纵的 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他可以通过这个 对文化实行 他叫做这个分子式的入侵 什么叫分子式 大量的小册子 包括我们说的小说 诗歌 还有各种各样的 街坛相依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点一滴地改变人的意识 所以说它叫改变人的 一种集体意志 我们知道俄罗斯 苏联 后来苏联的垮台 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苏联垮台之前 它的军事力量 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它的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地方 而是西方是采取了一种 叫做葛兰西式的分子渗透 将整个苏联人的这个意志 集体的一种意志 给全部瓦解之后 那么你看这么强大的一个 一个国家 它瞬间就可以垮下来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爆发户们 为何都要去欧洲 进行所谓的文化朝圣 美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尝试摆脱 自卑的文化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陈威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那我们刚才谈到 这个同样是这样 就是美国它虽然独立了 但是它实际上在这个文化方面 是没有独立的 有一些这些很好的作家 但是基本上英国和美国人自己 他们在写文学史的时候 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文学 比较早期的 比如说美国的很多作家 艺术家他们认为 连美国的这些风景都很难入画 入诗 只有欧洲的风景 欧洲的这些古迹 才能入诗入画 但是在这个 刚刚说了 就是说这个时代 有一个标志 就以这个泰坦尼克 作为一个 我说作为一个文化象征的一个事件 那么当时是大量的英国人 和欧洲人去美国 去叫做文化传教 然后刚刚说了 泰坦尼克里面 是很多美国的爆发户 他们去欧洲 去进行文化朝圣 那么我给你们 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奥斯卡王尔德 那么王尔德在1882年的时候 他给自己安了一个封号 叫做牛津美学教授 然后他就去了美国 那么他对美国的评价 可以看成是当时的 很多去美国的这些英国人 或者欧洲人 对美国的一种 文化的一种评价 比如说 有人带他去尼亚加拿大瀑布 他看了以后 他说这种东西 美国的所有的新娘 都在前面照相 这预示着他们 婚姻不幸地开始 然后他就说 在整个美国 在他看来 都没有任何的诗意 就是一种粗俗的东西 他在美国发现了 他觉得唯一的 精致的艺术是什么 是唐人街里面的 中国艺术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的那些作品 那么这个王尔德 他这样贬低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是什么态度 刚刚说了 文化霸权 是让你一种 自愿接受的一种东西 不是强迫的 他和这个政治霸权 和这个军事霸权不一样 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 大家都读过最后一课 那是法兰西语言 对吧 就最后一课是 最后一课法语 那么那是因为 德国人 以军事的方式 强迫他们一起读 不见得他自己 内心是认可 这种东西的 但是文化霸权 恰恰建立在 你自己对他的 认可的基础上 比如说 你认可受这个观念 你接受到他的观念 那和你拒绝他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王尔德 他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 就是说 他贬低美国的程度 和美国人 觉得他的话的一种 正确的程度 是相同的 甚至到什么程度 这个 王尔德坐火车 去达拉斯 他在战坛上 看见居然达拉斯的妓女们 排着一排 举着这个向日葵来欢迎他 他到工人阶级的社区 去进行演讲 都是掌声雷动 为什么那个时候 美国人会认为 他们对美国的贬低 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 叫做欧洲的中心情节 就是文化的中心是在欧洲 欧洲是叫做 价值和文化的一个输出中心 美国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那么这个情况 有时候跟我们有一点雷同 我们会认为 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 一个价值的一个输出中心 或者叫给出中心 就是它是创造的 它是进行艺术创造 它进行创新 它甚至有艺术方面 各方面的创造 而另外一些国家 那么它是一种被动的模仿者 那么当时在美国人心中 同样是这种结构 那么这样才可以解释 为什么泰坦尼克上的 那么多美国的富翁 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他们会澄清绝对地去 这个英国 去欧洲大陆 那些地方去朝拜 去朝 我们叫文化朝圣 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心态 但是我刚刚说了 文化霸权 它是一种不稳定的 不一见得会操纵在 统治阶级 或者说强权国家的手上 那么在美国 刚刚也说了 也出现了像这个 这个 Emerson 像这个韦伯斯特 这些人 对这个文化的一种 英国的文化霸权那种挑战 但是呢 真正的 能够形成一种意识的 这个人物 是1893年的 霍普金斯大学的 一个叫做 弗里德里克 特勒的这样一个人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边疆》 这是一篇文章 在美国的历史学会上念的 叫《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 那么这篇论文的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他重新划分了 欧洲的边疆 和美国的边疆 怎么划分的 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划分 他说欧洲的边疆到哪儿 欧洲的边疆是越过了 大西洋 到达了美国东部 美国的东部沿海岸 都叫做欧洲的边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观念 很多都是欧洲观念 然后这个特勒说 美国的真正的身份在哪儿 是往西去 因为西边才代表真正的美国 所以它提供的这种理论 叫做边疆假说 或者边疆的一种理论 就是美国只有脱离了 欧洲的边疆 就是一直跨过大西洋 一直蔓延到了 美国的东部海岸 这种叫做欧洲的边疆 你只有脱离了这个边疆 你才能进入到 真正的美国的一种 身份的建构之中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最早的时候 它是有很强的 这个清教色彩 他们认为欧洲 老欧洲是一个腐败的 堕落的这样一个所在 所以他们要到一个 新的一个地方 去建立一个叫做 三天之城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种理想 那么这个特勒 他们同样的是 是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离开 这个欧洲的边疆 我们往中西部去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 那么我们知道 有很多这个作家 当时也描写过中西部 但是真正的 要翻过身来的话 还得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1893年 那么到1900年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 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老大 这个时候 美国人才开始探讨 说我们美国 有没有自己的文学 讨论结果说是有 那有文学 那肯定就有文学史 那么在1900年左右 就有一部这样的文学史 叫做美国文学史 那么它的序言里面 就已经强调了 就是说一种语言 它有两种文学 美国人有自己独立的文学 并且把那个 韦伯斯特勒句话 还写进去了 就美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学 正如美国的 政治上的一种独立 那么像这种 但是这个还没有成为 一种普遍的一种潮流 美国自己的文化 是怎样逐渐形成的 和欧洲相比 美国自己的文化 又有什么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陈薇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那么到了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 就是一大批美国的艺术家 他们是曾经绝对地 在纽约坐上船 然后跨过大西洋 去伦敦 去莫尼黑 去巴黎 去所有这些地方 去朝鲜的一批青年 包括海明威 包括所有这些人 他们突然发现了 就是说美国的地位 这种上升 所以他们返回美国的时候 他们觉得 他们在写作上面 获得了某种自信 那么这个过程 大家就叫做 流放者归来 这样一个过程 流放者归来 为什么叫流放者 他们是把自己 从美国流放出去 实际上这里的流放 是一种叫做 对欧洲的文化朝圣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他们从欧洲返回来 他们要创作 叫做美国自己的一种文学 而且慢慢开始 要一定要写作 叫做美国自己的文学 但我们知道 这个在第二十世纪大战的时候 第二十世纪大战之前 和之中 欧洲有很多人 移民到了美国 实际上这个移民的话 改变了美国的一种 这个文化地图 因为我们知道 来自于这个 去美国东海岸的移民 很多都是东欧的犹太人 那么我们知道 犹太人中间 当时是有强烈的 社会主义思想 左派比较多 那么当时这批人 来到了美国东海岸 在纽约 主要是在纽约 他们集中地批判了 这个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时候的文献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美国的身份 再次受到的一种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种叫 二战之后 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 我们一直都认为 它是一种反共的一种思潮 除了反共之外 它实际上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反制主义 我们很多人认为 反制主义就是一种不理性 实际上反制主义的基础 是一种常识 它是把任何东西建立在常识 而对于这个 冗长的这个理论上的探讨 他们认为是玄学 所以他们对这种东西 比较的反感 那么这个东海岸 它云集了很多 比如说对美国不满的 这种外来的移民 包括它还有一种 欧洲式的一种 这种理论上的一种玄学 那么他们就代表中西部 向他们发起进攻 这里面比较明显的是 1919年的禁酒运动 就是美国开始禁酒 为什么要禁酒 我们知道这是清教的一些 一些东西 他们要把这个 推广到全美国 但是禁酒运动 实际上到了33年左右 就失败了 因为是不可能 一个政府不可能 花上100万金钱 去监视每个人家里 喝的饮料 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看过那个 Great Gatsby 盖子比 了不起的盖子比里面 盖子比实际上就是一个 思九 翻译思九的一个人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 这个人物 但是实际上他的身份 是一个思九贩子 刚刚说了 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 受到了左派的一种批判 但是还有一种强大的东西 就是这个时候 美国出现了一种科技 美国人是抓住了 这种科技 这个就是电影 我们知道 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它作为一种文化工艺 它原来是受到 很多人的批判的 受到欧洲的一种批判 但是我们知道 战后成长起来的 那批年轻人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裕时代 他们不是叫阅读的一代人 他们是叫做一种 视觉和听觉的一代人 那么他们会对 美国的这些电影 比如说西部片 比如说那些表现城市的 这种青年反叛的一些电影 包括这个 白龙杜 还有这个 迪恩 James Dean 像这些人物 他们非常的喜欢 那么还有包括 美国南部的 这个黑人音乐 黑人音乐也慢慢地 就进入了 这个美国文化的 这个一个序列 那么我们知道 在欧洲的 这个贵族文化里面 它会将文化分为 高级文化 中产文化 还有一个是一个 下层文化 那么这种区分的话 在美国 那它有 它的 比如说大众文化 我们说是这个 电影啊 电视啊 这是大众文化 实际上还有一个叫 青年亚文化 那么青年亚文化 表现在这个摩托车的文化 类似于这种 还有牛仔裤啊 还有青年的一些 它的一些特别的一种文化 那么在美国 这个电影工业 音乐 包括这个黑人音乐 再加上这个 左派对这个资产阶级的 一种批判 我们知道 在五十年代的 美国的课堂里面 那些当的教 那些很多教授 都属于那种 移民 有移民背景的 犹太的这个 社会主义者 那么他们在街头革命 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 他们在教室里 在课堂里 他们会 对下面满座的 这个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们会进行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财产 是怎么来的 你们的财产 是通过你们的父母 对工人进行 这个血汗的剥削 血汗工厂的剥削 然后你们才挣来 这种钱 那么这些左派的 这个经济史的教授 不断地把这些观念 就渗透到这个 从二战之后 出生的这一帮 这个孩子的这个心里面 让他们产生一种犯罪感 这种犯罪感表现在哪里 就是对他的父母的 一种强烈的这个鄙视 我们大家都看过 《爱情故事》吧 这个片子 那么《爱情故事》里面也是 就是这个当儿子的 他对他的父亲的 一种强烈的不满 因为为什么 你们要仔细看的话 里面还谈到了 这个资产阶级的 财产的一种来源 他们会觉得 自己是可耻的 那么我刚刚说了 左派主要是从这个道德上 去打击这个资产阶级的 那么像这个文化方面 是通过从美学上进行攻击 那么这样的话 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 被攻击的资产阶级 它不是说是有自我意识的 而是它在文化上 是复制了贵族所强加 给它的那套等级制 文化等级制 所以说在50年代的时候 一个中产阶级 他认为自己去音乐厅 听音乐 去歌剧院看歌剧 他认为这是一种高级文化的 一种表现 是体现自己 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 的一种显现 但是他们的孩子呢 他们的孩子会认为 去看莎士比亚 去看这些种 去看那种歌剧的话 那只是非常无聊的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 他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 摇滚乐 对吧 他们有自己的街头文化 还有像这个摩托车文化 大家看过那个 还有汽车文化 像这个毕业生 甚至美国的 他的音乐和电影 一直影响到了欧洲 一直影响到了英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P头4 那么P头4 他们用的嗓音 首先是 这个利物浦的 工人阶级的嗓音 其次他们又把自己的嗓音 换成美式发音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一点的特点 那么他们去美国的时候 受欢迎的程度 大家都很清楚 那叫做风靡 风靡当时整个美国 不仅是他们 还有很多 就是说他们 突然就发现 包括当时的意大利的 很多歌曲 它都是 大家都是用那个英语来唱 美国英语 就是美式英语来唱 体现的是什么 就是青年 战后这一代出生的 这个生活在富裕中的青年 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东西 有音响 有电视 那么这个世界实际上 是通过这个科技 被联为一体 他们同时可以欣赏到 美国的这些 比如说西部片 街头青年的反叛 包括刚刚塞林格 这些小说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 起来以后 它形成了一种什么文化 叫青年文化 那么这个青年文化 它和以前的资产阶级 强调等级的这个文化 是不一样的 美国为何能从80年代开始 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文化霸权 从摆脱文化自卑 到确立文化霸权 美国人都采取了什么策略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薇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我们知道80年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就是里根上台 在英国的话 是萨切尔夫人上台 这个时代被认为 叫做里根 萨切尔时代 那么这个时代 是一个右翼的保守主义时代 但是我们同时知道 右翼上台以后 并没有否定60年代的文化 为什么 我们知道你跟自己 就是一个好莱坞的演员 对吧 曾经演过西部片 那么他们上台以后 实际上是把60年代 反叛了欧洲的文化专制 文化的霸权的这些成果 全部给吸收了 所以我们在可以看到 70年代 80年代之后 美国的这个文化 它的文化工业 它的音乐 实际上是通过 这个60年代运动以后 一下子就在全 至少是在当时的西方世界 是成为了一种 强大的一种势力 那么那个时候 你要谈论莎士迪亚 你和谈论一个 一个街头的一个艺人 它是一个同等的一种地位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在这个左右 中国也进行了改革开放 然后不久 冷战的阵营就 就 等于说是通过这个冷战 就结束了 那么美国的这个全球化 在全世界展开 全球化里面有一个特点 它是美国的一些价值 它会慢慢地渗透 所以我们在70年代 我们看到 比如说比较早的 加里生赶死队 大西洋抵来的人 这是最早 是我们那个时候 看的那个片子 然后后来美国的片子 慢慢地会 占领我们这个 很大一部分 然后你看 到了这个 老友记 里面有一些 很好玩的镜头 就是美国人 现在开始嘲讽 英国式的发音 你们要仔细看一下 这些细节 就里面的英国人 当他出现在纽约 他一口英国枪的时候 会受到别人的嘲笑 但是我们知道 再往前的话 你一口英式发音的话 是会提升你 提升你在你 社会上的地位 就像目前的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很大情况下 是处于一种 文化不自信的状态 我们很多东西 是以这个 他们作为标准 所以你如果说 你有英式发音 那么你会 在同学中间的地位 会高一点 这就是因为 这种文化霸权 它的一种渗透 那么当时美国 我们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 强调美式发音 他们为什么会 强调美国文学 因为任何一个 国家的自信 首先是你自己 首先要能够 对自己的国家的 比如说山川地理 语言风俗 你自己要尊敬 你要有一种爱 如果你对自己的国家 都没有这种爱的话 那么你让别人去爱 它怎么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从文化自卑 到文化的霸权 中间有个过渡 这个过渡 就是他们重新 热爱自己的国家 山川河流 很多作家去描写它 他会描写它的 当一个一座山 一座没有名字的山 一座没有名字的 这个树林 它经过作家 经过艺术家 文字化 或者说是 这个艺术化以后 它就变成一种编 它会呼唤你的 心里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 在某一个特定时代 总会有自己国家的 艺术家 音乐家 他会去描写自己的国家 会去让大家 会有产生一种 集体的共鸣 为自己的历史 为自己的每一寸土地 感到骄傲 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会有一种 强烈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不会被别人的 这种文化霸权所引导 因为我刚刚说了 文化霸权是一种 你自动接受的一种东西 如果你拒绝接受的话 那么它就不存在 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 文化霸权和文化交流 有怎样的不同 为何说文化自信 是反对文化霸权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副所长陈薇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我们刚才谈的是文化霸权 并不是说是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中西的文化交流 向来是很重要的 文化不但在交流中间 变得自我强大 变得丰富 那么这里我说的是 叫做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是要左右你的判断 所以刚才说了这些 今天主要谈的就是 美国它是怎样 从一个文化自卑状态 经过一种文化的 一种自我的探求 寻找到一种文化自我 然后通过各种方式 科技的和其他霸权的 一种帮助 它迅速到1990年代以后 它形成了一种 很罕见的一种情况 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几大霸权合一的这种状况 但是这种状况很 我刚刚说了 这种霸权的维持是很微妙的 同时也是非常脆弱的 那么我们知道 欧洲人一直对美国文化 是非常矛盾的 所以我们看 欧洲人现在在美国人面前 他们还有他们的优势 他们会说美国的那些文化 都是垃圾文化 他虽然这样说 比如说欧洲人 他有他的时装设计 我们知道美国人 有什么时装设计 那么欧洲人 还有他的建筑设计 他会在这些小的方面 他重新证实 欧洲是有创造力的 是有文化的 那么随着 1990年以来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 慢慢地发展 那么第三世纪的文化 也慢慢地 向这种霸权文化 发起了一些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的方式 我们知道 一定是 刚刚说了 是一种虚力 它不是像军事 不是像经济那样 是讲究一种硬的这种实力 它是一种软的 一种虚的 一种像盐入水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通过这个 这种非常强力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知道 当我们自己 首先要热爱我们自己的生活 热爱我们自己的个人 热爱我们这片土地 我们所书的这个群体 用你的手去描绘 每一片现在还陌生的 这种没有名字的山川 那么当这样的时候 当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都被密集地编码 编成了一种美学的 或者说是各种话语的一种方式 它流传在你的心中的时候 这样你的国家 你的这个民族 你才会获得一种 一种美学上的 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表现 你只有自己有这一点 你才谈得上自己的文化 对外的一种 一种 一种叫什么 成功的一种吸引力 我们知道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 中国文化在西方 是处于非常高的地位 中国的茶叶 丝绸 还有这些东西 它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它的一种 精致的一种文化 一个民族 它能够做出如此好的丝绸 那证明它的文明 是非常发展的 所以当时在欧洲的话 在英国你如果说 你能够有丝绸 有茶叶的话 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中国 并不是说一直都是 叫做文化 处于一种被动的一种地位 我们知道有 刚刚还说了 哪怕是在西方 60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 仍然是对他们有影响 但是所以说 我说一个国家 它要有民族文化方面的自信 首先一点 它首先要去掉 自己内心的 叫做自愿的一种 文化殖民主义 它必须要去掉这点 热爱你自己的语言 热爱你的土地 热爱你的民族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形成一种 一种自觉的一种意识 一种文化的一种自觉意识 今天我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相比政治 军事和经济这些硬实力 文化的力量体现在哪里呢 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 又该如何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陈威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您好 就是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在您讲座的一开始 说到国家是由四种力量构成的 就是像军事力量 政治力量 还有经济力量 都是咱们的硬实力 还有一些是文化力量 像这种软实力 那是不是文化霸权的影响 渗透力更加深远 然后更值得咱们警惕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文化它叫做软实力 它因为是跟人的心灵 跟你认知世界的方式 和你想象这个时空的一种方式 是紧密相连的 它其他的像 我们刚刚说了四种力量 实际上还可以加一个 叫科技的一种实力 因为现在科技是越来越那个 刚才我们也说了 比如说美国 它通过电影工业 音乐 它后面有个强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工业的一种发展 那么从这几种实力里面 你可以看出来 文化实力是跟人的心灵相联系的 它的力量更大 原来那个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武器是由人操纵的 最主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么这个文化 它可以促使一个国家的人们之间的 互相认同 可以让你获得一种 你的一种身份 这个身份是你的一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 一个就是被弄混的世界里面 你会发现我是谁 这是一个困境 但是文化它会提供意义 会提供你为什么活下去 为谁工作 你的生活的所谓意义 它会提供这些意义 让你会觉得生活在这个 这样一个世界里面 你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孤独的人 文化的意义它就恰恰是在于 它能够使你跟比你更大的东西 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为什么重要 重要的它主要是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 但是时时刻刻可以作用到 人的一切行为上的 这样一个强大的一种力量 一个教授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法国为了抵制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影响 对本国的电影 做了很多的保护措施 那么面对美国的这种文化霸权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仅仅是保护自己就足够了吗 谢谢 法国是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 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知道在法国 所有的国际会议都只能用法语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的会议很多都是用英文 就是说为什么法国人会这样 法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它是一个文化的一种大国 它的文化比它的国土还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美国文化 文化霸权 在向世界各国渗透的时候 法国人必须保护自己的语言 其次要保护自己的艺术 那么这个电影 我们知道 法国人是不断地在 进行电影方面的创新 我们知道法国那个电影很丰富 对吧 有不断的一种探索片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抵制 就是怕一旦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它后面带的是一种美国人的意识 这样会侵蚀到 法国人自己的一种 共同体的一种认同 那么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我们知道 法国人 他们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就认为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这个艺术 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可以一代代人消失 但是文化是留存的 所以当时 法国有一个 在19世纪的时候 有个法国人说 他说法国不是这样 比如说当今的 这么几千万的法国人 生活在一个 这样一个六角形的国土里面 而是从有法国以来 多少个亿的人 深深不息地生活在这里 所以你在存在的时候 你实际上不是在单独地存在 你是在 比如说中国人 现在有十几亿人 你可能是在几百亿人中间生存 那么有这种历史记忆的话 你会时刻会感觉到 自己跟一个大的一种群体 之间的那种连接 那么法国 包括英国 不仅仅是法国 英国对美国文化 它之间也有一种抗拒 比如说你不说这个电影 你说从食品方面来说 法国人向来会认为 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 这个最 英国人也会认为自己 大家看过那个 乔治基辛的 那个四季水笔没有 它里面会有这种话 他说英国的牛肉是最好的 英国的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这个不是一种实质 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 我们知道你们没有办法 判断哪个好 对吧 但是这个实际上一样的 它是出一种非常敏感的 对这种文化霸权 但是法国人他不是说拒绝 像我们中国一样的 他不是拒绝一种文化交流 我们可以从别的文化里面 不断地就是看到 对自己的这种启发 但是如果某种文化 它要取代你的意识 要悄悄地改变你的一种 一种认知的一种方式 会瘫痪你的这种 集体意志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去 对它进行一种警惕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法国和英国是比较 就是老的一种国家 它在这个阶旗意识 在这个文化领导权方面 意识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他们可能会意识到 很多问题 你像我们这个 前些年不是寒流比较流行吗 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的政治经济 军事方面跟中国比的话 那是很小的一个 但是他们文化 为什么能够流行 他们很多情况下 像这个在中国的这个韩剧 它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那么它会出现一些 对于比如说那种 那种小鲜肉的一种崇拜 那么我们知道 这些片子都不是为欧美 欧美那个设计的 大家看过美国的很多电影 包括刚刚说的《老友记》 《老友记》里面 只要一个男的体现出 他的性别角色方面的 任何方面的一种松动 比如说那个里面的 那个老钱 对吧 他只要任何 他就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为什么 一个国家它的一种 我们不是一种性别歧视 或者说是其他歧视 而是说有个基本的 因为你的这个男人和女人 你会形成一种 比如说美国 他会男子汉 做一个成人的一种形象 会非常的要求 所以说18岁以后 你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种人 会有一种非常独立的东西 要求你 爸妈妈妈可能会送你到大学去 但是中间不会管你 最后会参加你一个毕业典礼 对吧 他是因为把你当成一个 独立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很多情况下 我们接受了一些 就是说一些混淆的 这样一个这些东西 可能会对我们自己 带来不利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 要更多的 有时候要看看 看看这些方面 要有保持一些警惕吧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 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一种 电视剧 电影 能够表现我们自己的 一种这个理想的一种人 这样的话 你比被动的去 接受别人的 要好得多 好 谢谢您 美国文化从无到有 从自卑 膜拜欧洲 到确立全球文化霸权 这样的历史 能给我们怎样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陈威 开讲青年网络公开课 正在为你破解 美国文化霸权的秘密 敬请继续关注 专家您好 您通过剖析美国文化霸权 对中国有什么见解跟启示呢 这个我今天谈论 那个美国文化 它从这个早期的一种 自卑形态 经过中间的 对美国自己的 这个文化的一种 独立意识的一种探求 到最后形成一种文化霸权 那么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能从中间学到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 从这个晚清开始 我们中国基本上 经历的一种主流 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 从晚清到后来的 这个1917年之后 这个历史里面 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 比如说汉字 我们知道汉字 当时很多人提出 很激进的口号 叫消灭汉字 因为汉字不灭 就是国家就会亡 就是说他会把他这个挂钩 说汉字是很烦 不灭难的文字 不消灭汉字 不启用西式的语言 不使用这个世界语的话 那么中国必亡 那么这个当时 他们是这样判断的 就是说要消灭自己的文化 最简单的方式 是消灭自己的文字 消灭文字以后 你对以前的古籍 你根本就看不懂了 那么这是最激进的 当时叫做世界语运动 就是参加者 比如说包括鲁迅 他们都在里面 那么否定自己的文字 你想想 当时的判断 说汉字是樊蓝的 因为中国当时的 识字率 80%人的不识字 那么他们说这个西方 比如说90%的人识字 但是里面忘了 统计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总体的概念 比如说中国在晚清的时候 是4亿多人 4亿多人里面 20%的人识字 已经是非常多了 那么当时 比如说这个在英国 法国 他可能80% 90%人识字 但是他的人口基数非常小 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判断 所以当这个计算机时代来临以后 你发现中文的输入更加快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匆忙地 对流传了几千年的东西 就是马上进行一种判断 我们知道在中国 因为译查数比较早 中国有刻板 那么中国的实际上这个文字 是经过了多少年的一种流传 那么西方的话 印刷数是比较慢的 原来是用羊皮纸 那么它的这个传播 比较的那个缓慢 那么中国有这么长久的一种文明 而且我刚刚说了 中国的这个文明 基本上保持了一种 这个稳定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文明 肯定有它的特殊地方 有它能够维持几千年 而让一个民族的精神器 不散的一种价值 这个时候 你对自己的传统 对自己的这个 刚刚说了 你的每一片土地 你都有一种 不能放弃的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文化里面 能够维持几千年的文化 而且能让一个民族 它不散 这样的文化是肯定有它特点的 我们知道欧洲 在清朝以前 就是民国之前的 这个欧洲的面积 和我们的面积 是差不多的 人口我们比他们还多 但是你看欧洲的历史上 它这块土地 会经过了多少的战争 分裂成了多少国家 我们要 当我们要对一个传统文化 对文字做出一种判断的时候 我们要更多的是 从横向和纵向方面 进行一种比较 那么我刚刚说了 中国在晚清以后 它失去了一种自信 所以它在很多方面的 这个说法是非常草率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能够 以一种更加 这个叫什么 均衡的 一种更加时段 更长的一种眼光 我们不会看什么一两三年 我们可能会把 自己研究的时段 放到几千年 几百年 从这个里面判断 你就会发现很多情况 和你这个冒失 说出来的一些判断 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比如说 当时大家说要否定这个汉语 那么把汉字一废掉以后 我们能想象今天中国还存在吗 因为这个拼音文字是极容易 跟地方语言结合在一起 然后湖南人和江西人之间 就不能通音了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因为拼音文字是拼音的嘛 随音而转 那么浙江人可能听不懂湖南话了 但是汉字它恰恰是一种 不发声的一种符号 像几何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在晚清的时候 在整个清朝 甚至从明朝开始 大家知道 当时的高丽 朝鲜 包括这个越南 日本 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用这个 汉字交流的 就是写 虽然我们发音不一样 但是我们通过写可以彼此认同 所以英国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文化学家 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汉字就是一系列的符号 让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都能够进入到这个符号系统里面去 它像几何一样的 所以汉字的这个 它的一种伟大 它实际上它像 它是不随音而转的 就是说你在浙江 和我在北京 或者我在湖南 我们对同一个字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能够辨认它 它像几何 放着四海而接准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中国文化 它有很多魅力 首先你要 有一种文化方面的一种自信 其次呢 当你在确认一种文化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 这个 是以文化的方法 而不是那个 硬实力这种方法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